他為了證明 因為另外有一筆就是貸款 媽媽的婆婆的房子的貸款 這個 大家因為我們3D有去查了 雖然我們沒有 沒有那個他婆婆的貸款 那種房子的地址 但是去查了同一個區段 就同一條 同一個地區的實價登錄 發現那個房子的價值 只有大概1180萬 但是徐曉晴跟我們講 他貸了1450萬 所以大家就懷疑說 你有沒有用市議員的職權 跟台北富邦去喬貸款 曉晴為了證明 他沒有出示了這個LINE的對話 這又是業力自暴 因為一千 包含是1880萬也好 或者是2000萬 到底現在呢 曉晴連金額的數字 都已經變好幾次了 他一開始是說2000萬 2000萬的銀行貸款 結果被四叉貓PT報說 沒有2000萬是1450萬 結果說沒有 我是1880萬 重點都不是多少金額 這些金額的數字 都是你徐曉晴講的 重點是你為什麼可以 帶這麼多桿嗎 因為大家實價登陸裡面 登記了 那間房子叫屏東的房子 實價登陸附近的房子 大概1100萬左右 如果以一般房貸七成來講 你頂多帶他第一筆的720萬 不要忘記他是分三筆給 三筆給第一筆叫720萬 第二筆叫做280萬 第三筆叫做250萬 所以加起來叫1450萬 剛好1450萬 所以1450萬 人家問他說你為什麼可以超貸嗎 而且第二個 一般來講你會就近找附近比較的銀行來借嗎 你為什麼特別找了台北富邦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我們看名字就知道 跟台北市是比較有關係的 跟屏東的關係是比較淺的 一般所謂的鄉下在借貸所謂的房子的時候 通常會跟農會 信用合作社 這是比較有可能的一個銀行的借貸 可是婆婆心裡OS 我們媳婦是台北市議員 所以跟台北富邦銀行 大家可能不知道台北富邦銀行 跟台北市政府的關係 台北市政府擁有13%台北富邦銀行的 所謂的股權是最大的股東 因為當初台北銀行跟富邦銀行合併之後 台北市政府可以派三席的董事 進到台北富邦銀行 有一席就是所謂的鄧家基 當初柯文哲為了把黃山山變成副市長 找了鄧家基進去台北富邦銀行裡面 台北富邦銀行對議員有多好 議員在議會裡面 台北富邦銀行設有一個專員 專門幫所謂的財務有問題或有資金需求的議員 親自做服務 所以這個東西你跟所謂的地方銀行的專員 來做這個對話 第一個就是權利不對等 地位不對等 我們徐曉昕是明流 怎麼是地方的行員來做服務 所以這個行員根本只是處理程序的行員 他根本不知道說中間的所謂的利息怎麼決定的 額度怎麼決定的 根本不可能是這個行員決定的 問題來了貓利在這裡 貓利有一個語音通話5分17秒 然後寫了這些話之後 這些行員寫不認識 完全沒有 沒有以本人借款人財利為主 就是說他們都沒有透過特權的意思 問題來了 這通5分17秒的對話到底是什麼 大家反而問這個問題 你也自爆 你截圖 你自然也截這個嘛 結果就被酷守了 溫朗東就酷守 他說 你就弄了一個製造靈那一對話 說你是國際帥哥選拔大賽的負責人嗎 他說我是不是一個人去參加國際帥哥比賽 得到押軍的 你認識前任帥哥大賽的冠軍李正浩嗎 好 這個電話怎麼通的我不法證明 這個電話絕對是溫朗東打給李正浩的 李正浩叫溫朗東這麼說的 一樣嘛 這個電話是不是徐曉晴打給他婆婆的 叫他婆婆跟行員怎麼說的 或者是他婆婆打給行員的 要求行員要按照這個方式來回答嘛 所以我們可以證明這通電話是溫朗東打給李正浩的 所以這通電話是不是你婆婆打給行員的 對 也是說簡單來講這個LINE的對話 其實證明不了任何事情 我還是要回講到許小新的事 我真的覺得不講心裡不舒服啦 我為什麼這麼說你知道嗎 他講過他是什麼做什麼星座 我從來不認為星座對於個性有什麼嚴重的影響 後天的修為 那是後天的修為 他講的就是什麼 有仇必報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這是黑道才會做的事啊 我們做政治人物 我們會鼓勵這種仇恨職的報復方式嗎 而且他是公開呼籲 這一點是他直接跟所有人開炮 在座的一個都跑不了 除了林涛以外我們都跑不了 我們都是他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目標 這樣好嗎 這樣好嗎 我的做法是得罪我的人 我不跟他講話 我不理你可以吧 但是我不會去報仇 這報仇說句實話 以國民黨的老祖宗 先總統講公來講 都是以德報怨 你怎麼會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另外就是你還去批評長輩 其實在我所知 其實黃岳瀉老師 初期的時候對 許曉欣是蠻照顧的 那你用這種方式去講人 我就覺得不好啦 我真的覺得不好 然後另外就是 沒有人說你買勞力使手錶不好 那也沒有人說勞力使手錶不准買 完全沒有沒有這種規定 規定是你的每一筆錢 請交代的清清楚楚 你說有沒有人去懷疑 如果連戰我是沒看過 如果連戰住豪宅 你會懷疑嗎 他本來就有錢嘛 這個張東某董事長 或是郭台銘住在豪宅 有人會說他住豪宅 他不住豪宅才奇怪 那有錢嘛 他就有錢 人家賺來的怎麼樣 那如果今天是我跑去住地保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有問題 一個將軍一定A錢 所以我告訴他 這就是社會氛圍 我們出來當政治人物 你要扛得起 不然真的不要出來 所以你說全部地圖炮 全部反回去全部打 那朱立倫是不能批評 因為一批評又要賠一支iPhone 可是現在呢 許曉鑫 現在朱立倫那個 曾經送他iPhone的黨主席 朱立倫跳出來力挺 說曉鑫是國民黨的重要戰將 冠廷真的是這樣子嗎 朱立倫是直接講說 國會的表現 大家都肯定 給他一個讚 我先講 晃哥我們不要被轉移焦點 其實關鍵核心點 現在許曉鑫事件 幾個真點把它搞清楚 第一個真點 你有沒有涉入你親戚 家人之間的詐騙案 講清楚就好嘛 第二個 你有沒有濫用你台北市議員的權利 剛剛講的貸款 一三哥講了台北富豪銀行 講清楚就好嘛 第三個是 你有沒有財產來源不明嘛 一年直接多四百多萬 這一點其實我們把它算完了嘛 其實你的薪水通告費什麼 增加這個是OK的啦 沒有到離譜啦 講清楚就好嘛 第四個是 你超過20萬的手錶啊 一些精品啊有沒有申報 不然就講不是你的 不然就講那個是借的 不然就沒有超過20萬 講清楚就好嘛 關鍵是說詞反覆嘛 這四點 你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你可以說詞反覆成這樣 每次講的不一樣 最關鍵的事情是 業力大引爆 這第五點我要講的今天重點 你看 以前所有 許曉鑫受害者俱樂部的人 一個一個出來了嘛 今天最新的進展是 黃月衰啦 黃老師啊 大家還記得當年 許曉鑫講黃月衰什麼嗎 他直接罵她是 醜老太婆 這夠重了吧 你知道這幾天啊 黃月衰就出來講說 其實很多媒體啊 想要請他出來評論 就是你被許曉鑫罵 醜老太婆的看法 其實我跟你講 黃月衰真的很以德抱怨 他講說 大人不計小人過 何況他對我的批評近乎事實 你看 月衰老師就對自己的長相啊 自己解操 只可惜他還太年輕 無法領悟到性格 可以左右命運的哲理 許曉鑫不知謙虛自省 投機取消又好狡辯的性格 終將走向 囂張沒有落魄的久的命運 囂張沒有落魄的久 囂張沒有落魄的久啦 什麼意思 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業力會大引爆 不管是不是民進黨的成員 很多在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 為什麼紛紛出來譴責 許曉鑫 甚至覺得說他的行為是不對的 因為我剛講的這四個重點 你只要講清楚 其實這個戲沒辦法演下去了 可是你每天講的都不一樣 然後呢 你 人家 對你你的檢視 你的作法是什麼 是你直接 黃衛水講的 投機取消號狡辯 投機取消號狡辯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然後呢 你又要回殺 這幾天叫威脅嘛 黃哥 這幾天他的態度是什麼 他說他一個一個都會記起來 對 意思就是以後我會找你們算帳 修讀會丟 修讀會丟啦 這個真的是社會對你的期待嗎 這件事情回到事情本身嘛 有沒有社務照片案 你有沒有濫用權利 然後你有沒有財產生貌不洗 然後以及你的財產的來源 講清楚這樣就好了 這件事沒有這麼複雜 那最後上升到朱立倫了 黨主席是整個把陳黨 要跟徐巧欣一起綁在一艘船上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事情發生到現在為止 這一兩個禮拜 國民黨其實很多人沒有上車 國民黨不是每個人都站出來挺徐巧欣 很多人是選擇兼默 很多人是選擇說那我不評論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可是今天朱立倫出來直接定調 肯定說是國民黨的重要戰將 因為民進黨不為民發聲 才去修理這個國民黨立委 你把大家外界對於徐巧欣的檢視 全部變成跟國民黨的對決 好哦 朱立倫你要確定哦 綁全國民黨挺徐巧欣 而不是去檢討 為什麼大家對於他的仇恨值 對於他的怨念 甚至他可以罵一個長輩叫仇老太婆 這種行為都是對的 你不檢討 OK 國民黨你們就繼續 徐巧欣等於國民黨 觀眾朋友我們記清楚 朱立倫今天的態度就要徐巧欣等於國民黨 我們之前沒有這樣連哦 是徐巧欣個人哦 國民黨你要確定 要確定這樣搞 那大家就來這樣搞 那所以 林陶你們現在全黨挺一人 凹下去了 基本上我剛才聽到冠廷的回應 我覺得分幾個層次啦 他剛才講說財產申報 財產的增加 財產的申報 跟大姑的詐欺案不必然跟他有關嘛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清二楚 他的財產大家算一算 確實有可能增加415萬 重點是目前看起來 可是林陶他都不花錢嗎 他花錢 他這樣算一算還有260幾萬可以花啦 你覺得他們兩夫妻年收入可以多少錢 他兩個加起來最保守的估計應該有660左右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有因為基本上你去看他的這個 兩個人的法定的收入大概是400多萬 他薪水跟你一樣啊一個月13萬啊 可是他先生也是200多萬啊 沒有啊 他先生一個月也是13萬啊 對 那加起來 所以兩個人26萬 加一年領13個半月 我幫他算過了 兩個人加起來372萬啊 有啦 因為議員還有簽名的錢啊 還有出席費啊 上通告費 對 出席費 然後他還有通告費 他通告費大概一個月是大概60個小時 大概一整年是180萬 可是這根本不該林陶講 就是徐曉星大家面對職你就講清楚就好 不然我們每個人在幫他算他的薪稅 你就自己算 因為你有報稅嘛 對不對 那他有資格買 也有能力買 但是重點是要申報 好 來 林陶繼續 沒有 所以我現在發現 其實 小新這些錢啊 增加申報全部都沒有問題 民進黨就會打理人設嘛 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說很心疼 就是小新一直出來講 然後越講 他就抓你破洞 今天又是怎麼樣 早餐店 然後又現在跟大家買包包 形象不一樣 民進黨現在就是要打理人設 所以我要提醒就是說 現在如果大家要打理人設 最好是 不要很多開支戰業讓大家進來這一題 因為你開支這一題 大家就會拿過去大家跟你對比嘛 這就是現在民進黨的策略 那第二個我必須講 講到申報這個問題啊 整個勞力士呢 這兩個禮拜我終於懂一些時尚了 我終於懂一些勞力士 為什麼有人要去買票 因為有一些勞力士 真的看起來蠻好看的 但我必須要講 光這個勞力士 賴清德準總統當選人 他的勞力士 吳征跟卓冠體的講法 就已經有落差了 沒有 有更正 吳征有更正的 我跟你講 所以我必須要講 卓冠體的講法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因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可是你吳征你第一個拗 人家明明就是三支 你要講說這兩支不是 那第三支呢 那確定是兩支 那第三支呢 所以他講說 他也沒有講清楚 他講說在這個表列上面是兩支 好 第二個 他講說這一個呢 過去呢是親友贈予給你的 親友是幾等親 如果今天是一個超級遠親 那也是適用於一般民眾 匯贈給政治人物的相關法定的 一些規定哦 所以我覺得吳征 越開越多站場 這我真的覺得他 他這幾次真的很 很驚人 然後他講說非同款 那非同款 所以是非同款 大家集的那幾款 dayjust的那幾款 還是他不是勞力士 就越講越多嘛 他他不要出來發言 他直播越開 大家就把他繳到爆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政治人物 你依事實講話 今天早上不是最新的嗎 市超媽在講說那個早餐店 對啊 那早餐店很很簡單嘛 早餐店是我們講的 台財稅的某一個號 因為太長的號 我不要念出來 營業人超過20萬的某一些特殊的營業人 他是可以不用抱的 對 譬如說豆漿店 冰果店 甜食麵食 豬豬餐 排骨便當 或是這些早餐店 你要不要繼續往下看 對 那我的意思是 他裡面有說 連鎖店是要開發票 連鎖店或是一些大牌 長榮的名店 就要被國稅局查嘛 對 可是小新的早餐店 他不是什麼連鎖的 很大的那種排隊的名店 他就是早餐店 如果是這一家的話 這是連鎖店 距離美而美 以前在台北 是非常有名的連鎖店 那可不可以請徐小新 自己出來講一下 你們家以前 他總有照片嘛 因為從小在這裡長大嘛 對不對 你們家以前早餐店 到底是不是距離美而美 我說真的 因為有一些美而美 有的叫瑞林美而美 有的叫什麼美而美 他前面很多 那也不是每一個美而美要 距離美而美絕對是連鎖店 因為我從小在台北長大 有一些就是說 他其實在美而美的早餐店 也是沒有開收據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按照國稅局的方式來講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你要把它硬扯說 你家就是沒開發票 那我覺得這還是在 扯人設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幾題 我是替你小心 如果他們打人設 我們就是穩健的走好自己 在法律上站得住小七 基本上就OK了 你也覺得他的回應 不是太妥善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台灣這麼多公眾人物 是天蠍座A型 對 然後我昨天在這個 這是個優秀的星座啊 是然後我後來在那個群組 就說哇 天蠍座A型 結果很多媒體人說 我也是天蠍座A型 我也是天蠍 怎麼這麼多天蠍座A型 你看他是不是又開地圖炮了 沒有 所以天蠍座A型有一個 就是在他的這個 星座的表征裡面 他就是會一筆一筆算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性沒有問題 那也是他 針對這些過去的這些法案 或是這些這個弊案來查的 但我意思是說 談到這邊 除了這兩週給大家 時尚的一刻之外 這有什麼公眾討論的意義嗎 對不對 大家想到愛馬仕 想到這個勞力士 然後呢 很好看啊 我覺得邱映座那表超好看的 但是買不起嘛 所以我覺得意思就是說 這個到最後 談到這邊有一點歪樓啦 你也可以買得起 徐小卿都可以 買不起 你要不要把手錶的事情講清楚 要啦 我跟你講 其實這件事情 國民黨在混淆視聽嘛 這幾年國民黨 猛拉著賴清德打 問題是亂打一通嘛 我先講第一點 我們先從法律面 徐小卿這件事情還沒過喔 為什麼 財產需不需要申報 法律規定清楚 二十萬 二十萬以上 二十萬以上 那徐小卿那支錶有沒有超過二十萬 絕對超過 要講清楚嘛 他也可以 你也可以講買二手的 你也可以說不是你的 你很多種講法 可是你要交代 因為社會最基礎的 最低的檢視標準就是法律 要先回答 賴清德 從頭到尾沒有什麼三隻勞力士 兩隻 我這次強調兩隻 而這兩隻的價值都沒有超過二十萬 一隻 N年前買的 然後是他的親戚 給他的 然後 林桃我說真的 你要問說是吉等親 我們都知道是吉等親了啦 他 真的他的親戚啦 可是我沒有必要交代這個事情 我幹嘛就跟你講賴清德的誰 阿姨 姑姑 婆婆 誰誰誰 送他這個 他重點是沒有超過二十萬 嗯哼 這一個是你不用申報 然後兩隻不是你們講三隻 然後你們所有所秀的錶款都不是同款 你們秀的都是什麼四五十萬五六十萬的 他一隻取得的價格 當時家人買給他的時候十二萬 第一隻 第二隻是在國外買的十萬 講完了 那都不用申報啦 這夠清楚了不用申報 他可以把那個款講出來嗎 我為什麼需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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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需要交代 你們講錯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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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是自己講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 大家在檢視他們出來 你們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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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講什麼 你們要講清楚 你們要先道歉 沒有三次要先道歉 不是道歉的問題 是大家用質疑的角度 大家不是質疑徐小新嗎 一一出來講清楚嗎 沒有阿 賴清德難道不要出來講嗎 不是質疑阿 你們這個發言人還要更正 去問完賴清德出來講完 還要更正 那要發言人幹嘛 我禮拜五第一時間 跟你在其他友台 不是兩個就真正的問題 你們就講嘛 我當時給資訊就對的阿 那你 你問的算還是無真的算嗎 無真的有更正嘛 他也更正阿 所以他一直更正 所以講的都對的阿 我用發言人出來講話 真的要問阿 所以講白了 你在意三點嘛 你第一點是說 那是哪一款要交代清楚 我覺得社會自有公斷 沒有超過二十萬 你還要賴清德出來跟講 我這一款是什麼 我當時怎麼樣 我連價格都講清楚了 這第一點 好第二點 佳哥隨便講都可以啦 你們發言人幹嘛更正 你們這國民黨文川會管太大了吧 我們的發言人要你們管了 我們今天講清楚了 吳徵他稍微之前講的有稍有 就是偏差 也修正了 昨天也澄清了 我們今天講的 你們要來糾正 我們發言系統 為什麼公眾人物要講出 款別跟資料 原因是因為 我隨便喊阿 我這個五萬塊 這五萬塊不是空口說白話的 我知道 我也可以喊三十萬可以六萬嘛 我知道林濤 為什麼國民黨一直要和賴清德要講型號 因為他們要用現在的價錢說這個超過二十萬 但是我告訴你 勞力是最近二十年來每年漲五趴 至少五趴 所以二十年前的價格跟現在絕對不一樣 你不能用二十年前的價格 用現在價格去看二十年前買的表 那至於講錯的回去把明表行路背一百遍 我下禮拜抽考 就算了